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果子 來到日本大概算了一下 應該已經超過兩個月的時間了 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果子去了很多不一樣的景點 也體認了一些不一樣的城市 那這次很高興可以接到來自仙台市 觀光局的邀請 來跟大家分享一些在仙台私房的景點 雖然這些景點沒有像一些非常有名的人氣景點 那麼多人造訪 但是他們都有自己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 那我們就馬上一起去看看吧 現在果子要前往今天的第一站 也就是仙台歷史民宿資料館 再到資料館之前 會先經過這個流岡公園 流岡公園真的超級無敵漂亮 因為其實在東北地區11月底的時候 大部分的風業都已經落了 但這個流岡公園裡竟然還有很多 就是五彩繽紛的樣子 在這裡一樣有分常設展跟特展 然後我現在在特展裡面 剛好遇到他們國小的戶外教學 這些小朋友們他們好像在就是寫作業 看到他們竟然可以看著這些標示 然後就寫出一些他們學習單身的東西 覺得好厲害 現在來到民宿體驗館 現在來到民宿體驗館 裡面的小朋友玩得超瘋的 然後這裡有很多日本的紅碗 像是這個監獄 我每次都一直失敗 因為是在說 就是日本飲食的改變 從這一開始的昭和30年 煮食是麵包 一直到變成吐司 然後白飯白飯 現在這個招勁 跟果子 前一陣子到福島 看大內宿的 真實的樣子很像 代表那邊還保持著 就是最原本日本的樣子 果子現在看到他們的小學 國語讀粉 發現裡面 全都是片假名耶 果子最不會看片假名了 現在從仙台歷史資料館出來 然後剛剛看到 超多小朋友很有活力起來 然後現在要走路到附近的 流岡天滿宮 這個宮的外觀 看起來有點歷史感 然後這裡面 不斷的傳來 就是應該是 在禱告的音樂 在這個宮的旁邊 有各式各樣的御守 還有小物 你可以投錢 然後自己拿一個 像這個 類似釣魚燒的東西 去綁在前面 祈福的那個繩子 或是 這個牌子上面 這一站果子 來到了孝勝寺 這後面就是 目前果子 在仙台這邊 看到最大的寺廟了 然後 它建築感覺滿新的耶 感覺說不定是有翻新過 而且這邊的 楓葉真的 紅得非常的漂亮 這裡除了庭院 跟建築 還有日本的風味之外 它的周邊 還圍繞著 就是 很多的墓碑 像台灣有一些廟 就是旁邊會有一些 領悟塔 的那種感覺 不過整個風格 還是非常的 讓國人很喜歡 果子這一站來到了 仙台車站裡面的 海風土餐廳 然後來吃 努力料理 這個努力料理 真的超級各式各樣的都有 像這個是 努力鍋 它裡面有各式各樣的 貝類 然後聽說有六種 然後每一次來吃 可能都不一樣 然後旁邊還有 例如說 焗烤的努力 或者是炸努力 現在就先來嘗嘗看 這個努力火鍋裡面的努力怎麼樣 它的努力超級鮮的耶 就是都沒有那種 排水腥味的感覺 好吃 現在要去上步道 工程縣里美術館 在工程縣美術館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創作室 就是 因為想要在這邊做畫 或者是 一些藝術家都可以來到這邊 來 就有各式各樣的材料 可以讓你發揮 果子現在從美術館裡面出來了 為了不要去不小心 拍攝到一些不該拍的東西 所以呢就沒有錄影 雖然說它的 展示的東西沒有非常多 但是 算是蠻多元的 就是有 雕塑作品 有畫作 然後有照片等等的 如果有機會 一定要來看看 而且果子很喜歡它外面這些 設計的很多 就是裝置藝術 很美 現在果子要去今天的最後一站 就是 吃晚餐 在富貴壽司 剛剛點了這盤是 月壽司定食 然後它是中德的意思 然後上面還有很可愛 附了這個 就是 秋天的工業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仙台的海鮮丼 那看起來超級的漂亮的 馬上來吃吃看 這影片的口感很好 不會太軟嫩 然後又有一點點的那個 湯性 感覺魚是很新鮮的 然後現在來吃吃看 握壽司 先嘗嘗看 細捲好了 這應該是鮪魚細捲 那我剛剛看到它裡面已經有放 哇塞味了 那鮪魚 在細捲裡面的口感 就比較軟一點 我喜歡它的飯的味道 醋的味道蠻濃的 然後哇塞味的量剛剛好 烏拉肥的 生魚片壽司 平常好像比較少看到 看起來好恐怖 烏拉肥的口感就是滑滑的 然後吃不出有什麼味道 口感跟口味都很特別 我覺得不管是它的壽司或丼飯 裡面的哇塞味 都是很好的哇塞味 因為吃的不會很強 但是有那個就是芥末的味道 果子很喜歡 這一站來到的是國分頂 這地方是果子 平常晚餐也會跟朋友一起來的地方 就常常可以看到這邊很多居酒屋 然後可以在這邊喝酒吃飯聊天等等的 平日或假日都非常的熱鬧 哈囉大家早安 現在是第二天的早上 果子一如往常的又來到仙台早市吃飯 在這裡吃早餐幾乎是果子 住在仙台的日常生活之一 對 果子剛剛去買了這個炸物 然後買了一共四個 我覺得這兩個是最好吃的 所以跟大家推薦 一個是炸油 一個是炸蝦 那那家店另外還有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炸物 如果不喜歡海鮮也有肉類或是蔬菜可以吃 超棒的 果子剛剛搭第一天南北先到八語呂站 然後在八語呂站前面的公車站 轉乘30號公車 要到今天的下一站冒賀神社 他們公車真的超準時的 四十十分預定 然後四十分馬上就來了 其實荷帽神社這裡就跟果子想像中的差不多 就是有很古老很古老的神社 然後呢就隱身在這個山間裡面 一個非常夢幻的感覺 像果子常常在網路上會看到一些 小朋友穿著很可愛和服 然後在神社前面殘白的照片 像這種畫面通常就是在這種當地的神社 會有家人帶著小朋友 然後就是幫他們穿得很漂亮 然後在這邊拍照 像剛剛這個荷帽神社就有 很可愛 果子都會在旁邊偷拍他們 果子現在來到裡面的一樓美食街 然後找到我們今天要吃飯的 這家義式料理店 Hummingbird 這家店看起來就超級有質感 我覺得義大利麵它的麵條的Q彈度非常的足夠 感覺有點像之前在山頂吃的冷麵的感覺 紅醬非常非常的濃郁 就是有一點把蝦子的味道蓋過去 這綜合起來 果子覺得很喜歡 然後來試吃看馬鈴薯 它是蛋皮的馬鈴薯 吃起來的話口感比較有層次 一入口就是有種入口即化的感覺 然後奶油味道也很香 最後來嘗嘗看甜點喔 這冰淇淋都已經融化了 香草冰淇淋 雖然在日本很冷 不過我只還是一直喜歡吃冰 抹擦起司蛋糕 它下面那層的芝麻 好香喔 然後上面的抹擦 味道非常的抹擦 就是果子不是很喜歡 但是 這蛋糕的抹擦果子可以接受 感覺還可以沾冰淇淋吃 它上面有淡淡的淋紅香 那有抹走 下骨子吃完飯了 然後來到圈中央站附近走走 發現這個地方有一個 非常 現在果子要到另外一個百貨公司裡面 然後去找這個 北嘎露塔球隊的紀念商品店 因為 現在在的是仙台市的全區 然後全區這邊就剛好是仙台的球隊 北嘎露塔他們的根據地 所以現在就一起去看看吧 在這個店裡面就是有各式各樣的 例如說紀念的衣服 鞋子 毛巾 手套 這些都不意外 但是韓國人覺得很驚訝的是 竟然連食物 像例如說這個咖哩 這個應該是濃湯之類的東西 都可以用他們球隊來聯名的感覺 甚至還有他們自己的湯果 這應該像是台灣比較不會有的 他們的這個紀念毛巾 他們說這是跟Universal Studio 就是在日本的環球影城合作 聯名出款的感覺 其實剛剛看圖片還好 但是看到真正實體的時候 覺得好可愛喔 現在果子要搭上前往 上櫻木大清水的公車 然後 前往去泡溫泉喔 然後剛剛一路上 這旁邊有很多的那個牌子 然後就有各式各樣的溫泉 例如說岩盤浴啊 然後岩的溫泉啊 各式各樣都有 這家溫泉也好先進喔 就是你要現在這個地方 買票 然後買完票之後 再從這個自助的通道走進去 發現這裡面不只有溫泉 還有各式各樣的餐廳 按摩服務等等的 非常非常的多元 因為剛剛果子不小心進到一個 大空間裡面大家都在睡覺 果子就自己去享受溫泉 還有他們的服務囉 今早我們就第一站來到了這個市 澳陸國分寺的藥師堂 在這個地方可以濃濃的感受到 伊達正宗的文化 而且目前這個市已經有超過四百年的歷史 這裡有好多鴿子喔 跑過去 可能是因為之前有出過火災 然後日本也蠻多人吸煙 再加上這個寺廟本身的建築 是以木頭為主 所以旁邊就會很多禁止在這邊吸煙的警告 不要示牌這樣 這個地方的佔地非常的廣闊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果子一種 有韓國警符工的感覺 但是這個地方因為之前有火災的關係 所以像是後面這個 原本有一個塔 就是很高的高塔 但是呢因為被火燒掉了 所以現在就只剩下這個塔 底下的這個座 現在這裡是廳廳回老 晚上這個地方會點燈 就會變得很漂亮 這邊一切都很棒 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這邊超多銀杏的果實 然後好臭喔 這一站來到的是仙台的場外市場 尤其是杜的市場 來吃午餐 這地方有賣各式各樣的仙台的名物 例如說仙台的味噌啊 或者是仙台牛舌等等的 這邊還有來自日本各地的特產 像是有岩手的努力 來自北海道的各種蝦子啊 或者是蛤蟆等等的 看起來都非常的新鮮 而且都好便宜喔 像這個是山芹的炸豆腐 超大的 好可愛喔 我剛剛去買了一個牛舌便當 然後因為之前吃的是厚的牛舌 所以果子這是常盤飯 薄的牛舌 他的便當盒做得超精準的 雖然它竟然很薄 但是那個牛舌的口感 依然非常的油 還有蔬菜 但是蔬菜是冰的 吃飽飯 果子這一站來到的是仙台農業園藝中心 那現在呢有這個 稻草藝術節 果子後面這裡有一隻沉下去的暴龍 身體是在地底下的 不論恐龍之外 果子還很喜歡這旁邊 一整排的稻草人 這感覺是小朋友幫他們畫臉 所以每一張臉都很特別 然後很有藝術感 果子現在來到室內 要來體驗他們的天然的手工冰淇淋 來試試看冰淇淋是番茄口味 然後還有加這個無花果的果絲 先吃吃看無花果好 他的無花果沒有想像中那麼酸耶 整個結凍的感覺 就好像又在吃另一個冰淇淋的感覺 果子現在來到中西旁邊的七夕館 這七夕館超級無敵酷 因為呢其實在日本仙台這個地方 夏日最有名的夏日季就是這個七夕館 那七夕館的話就會在路上掛滿 這種非常非常華麗壯觀的裝飾在路上 現在來到中西這個店裡面 然後旁邊這邊是他們在製作漁板的製作的過程 然後上面還有一隻貓咪 因為漁板是漁做的 所以貓咪會很喜歡追著牠跑的感覺 現在在體驗做漁板 有烤爐 放下去之後要等五分鐘才可以翻面 兩邊都有五分鐘就可以吃了 底超Q的耶 咬不太開 裡面有淡淡魚的辛香 現在果子要前往今天的最後一站 也就是在仙台車站旁邊的一個叫做AER釣望台的地方 這裡其實跟果子想像中不太一樣 但它算是一個半開放的空間 上一隻上面也不需要錢 然後感覺有點冷 就不像在室內的感覺 雖然只有31樓 但是這個夜景也是非常的棒 感覺在東北地區很少看到這樣子的風景 好啦 那果子這一趟在仙台的旅行 就到今天告一段落 在這個非常浪漫的景點結束了 那這三天真的去了非常多很棒的地方 然後藏了很多特別的特色的 然後又非常好吃的美食 那希望大家也都可以跟著果子的腳印 一起來體驗看看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果子的影片 或是想要看到更多有關旅遊的資訊的話 歡迎訂閱果子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 掰掰 請願跟這次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明明天 ола